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的名字叫张女布屋 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 有一个富家夫人叫张杨氏 有一天她跟她的女儿 以及一个管库房的家人 去亲戚家喝喜酒 那个家人提前回家了 后来被发现死在仓库里 当地的法官也是一个糊涂人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张杨氏抓了起来 严刑逼供她 要她承认自己是谋杀那个家人的凶手 可这人不是她杀的呀 她一个弱小女子 怎么承受得了严刑拷打呢 这时候谁能来救救她呀 下面啊 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张女布屋 宋朝的时候 有个富人叫张杨氏 有一天她的亲戚派家人对她说 我的女儿要成亲了 到时候到我们家来喝喜酒吧 张杨氏一听非常高兴 马上答应说一定一定 到了那天 张杨氏和女儿就准备要出门了 出门前正好碰到了家里的库房管家雍仪 雍仪一听两位要去喝喜酒 也请求跟着去 张杨氏知道雍仪平时很负责 也很辛苦 就答应了 在亲戚家热闹了好半天 雍仪担心家里这么长时间没人 会有人去偷库房的东西 就跟张杨氏说了一声提前回家了 等婚礼结束 张杨氏跟她的女儿才回家 回到家里发现 雍仪竟然死在了库房 这可了不得了 人命关天啊 母女二人赶紧打发人去县衙报案 来到大堂上 母女把整件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她对大人说 请大人一定要明察呀 现在我们家死了人 很多家庭都离开了 都说我们家不吉利呀 可是没有人证物证 大人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连连点头 这时旁边的司法官在大人的耳旁说 我想肯定是这个妇人做的坏事 她肯定是和别人在库房偷情 正好被雍仪撞见 她怕雍仪把事情说出去 所以就和监夫把雍仪杀了 大人心想 司法官说的也有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就不用审了呀 直接判就行了 于是她告诉司法官 这个案子只有你来审吧 受了大人的委托 司法官就问张阳氏 你是不是和别人偷情 被用以撞见了 所以你才杀了他呀 张阳氏见他这么说 连忙解释道 大人明察呀 明女从来不做那些可耻的事情 当天明女去亲戚家里做客 很晚才回来的 司法官说道 好 既然你不承认 那就别怪本官无情了 来人 用刑 很快 行刑的人就拿来了板子 对张阳氏严刑拷打 用过刑之后 司法官又问张阳氏 你承不承认 张阳氏微弱地说 不是我做的 我就是不承认 司法官没想到 这女人竟然还能坚持住 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只能把她 关到了大牢里 张阳氏的女儿到牢里来看她 哭着对她说 母亲 你一直都是非常清白的人 哪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呢 我们宁可死在官府的刑具下 也不能招呀 女儿我已经决定了 现在我就到天上给您伸冤去 说完 女儿就开始痛哭起来 越哭越伤心 哭着哭着 张阳氏的女儿竟然哭死了 她死的第二天 这个地方的大地就开始震动 一直震动了三天才停 地震刚刚结束 天上就开始下雪 额毛般的大雪呀 铺天盖地 要知道 那时可不是寒冬腊月 而是六七月份 这样的时节下大雪 实在太奇怪了 突发地震 再加上六月下大雪 这让审判官起了疑心 他来到神像前祷告 神明在上 如果您知道案子的真相 就托梦告诉我吧 当天晚上 他就梦见 有只猿猴跌倒在自己面前 醒来后 他想 凶手是个姓袁的人 于是 他就把张家来送牢饭的袁大 抓了起来审问 袁大招任说 那天我正在偷银子 正好拥也回来了 我怕他告发我 就把他杀了 凶手抓到了 审判官也就把张阳氏放了出去 小朋友们 张女不屋的故事讲完了 你对故事中的人物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人物很可气 一个是糊涂法官 另一个就是杀人犯袁大 袁大就不用多说了 谋财害命 还险些连累了无辜的人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 那位糊涂法官也让人生气 法官判案不应该凭借证据吗 他倒是好 自己怎么想案件 就怎么处理 你不承认还打你 结果呢 案件判决不了 张阳氏被严刑拷打 他的女儿也被逼身亡 这位糊涂法官 才是这个故事里最坏的人 他的人并不坏 但他没有能力 做了比坏人还坏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糊涂法官有很多 百姓的正义应该去哪里胜仗呢 朝廷的信义还会存在吗 法官就应该公正制法 不根据个人的意愿行事 对得起自己的职责 这也是一种信 生活中我们是不是 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和地位呢 感谢嘉尔 天员 容易 burnt